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生 到七十五节 成威 破屑 纵扑杀伤 这一段是刚强的植物 第一阶 我们曾经给植物院做过报告 小柱里头 一开端给我们提出四个字 正值合会 这四个字 确确实实 是我们做人 历身除世的根本 如根佛 都讲法菩提心 菩提心 世尊 在《观经》里面讲的 至尘心 身一心 回向发运行 《奇心论》里面所说的 执心 身一心 大悲性 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 实在就是儒家所讲的 诚意 正心 正值率极 这个正就是正心 正心 执心 执心 和会待人 就是大悲心 就是大悲心 就是悔向发运行 所以我们仔细读诵 体会 试出试今 这些大圣大谢 他们说的言语不相同 意思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 事法跟佛法 很容易会通啊 事法跟事法 也没有障碍 华言经里面所说的 离似无碍 事似无碍 真理 地缺 只有一个 在佛法里面 称之为佛 称之为信心 其他宗教 其他宗教领域 称之为真神 称之为真主 它起作用 广大 而没有边际 所以才能够 普度一切众生 都 就是协助的意思 教导的意思 帮助的意思 佛物的意思 我们从这个地方 注意 从这个地方 去修学 这是大臣 教下了 祖司大德 常常 名利人 从根本修 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 根本是什么呢 根本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观念 这学家所讲的 宇宙观 人生观 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 对于宇宙的看法 与四十真相相应 那么在佛法 有些时候说 与信德相应 这是正法 如果与信德相违背 这法就是邪法 但是要知道 邪法跟正法 都不利自信 所以说 邪正不二 这个是其他宗教里头 没有的 这的确是 高一个层次了 邪正 在心性上讲 是宝 在现象上讲 也是宝 念头上有差别 感受上有差别 但是这种差别 仅限于凡复有 你的人有 这的人没有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啊 明白这个道理 依据这个道理 我们才有正确 再向上提升 在正等正确 你的思想 純正 純正 见解 正确 你的行为 自自然 就如同 祝福菩萨一样 我们总结 我们总结 佛菩萨教导 我们的 钢铃 缩纽的钢铃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念 福 自自然 然 就想一看 怎么会有恶 怎么会有恶行 陈强 好胜 作威 作福 总以为自己 在别人之上 总觉得别人 都不如自己 念头错了 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行为也错了 这个一段理念 这是 钢墙之物 这年就是总钢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 我们从这些例子 举一反三 就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有没有做错事情 败人 鸟架了 是我们没做 这是破坏农夫的一些庄家 但是 以此类推 反而是 破坏别人生活方面的 物质受用方面的 都属于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意思的隐身 住在都市里面 工作的方式很多 从此于 政府方面部门 政府方面部门 服务的 拿薪水 过日子 靠这个生活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有经商 有做工的 他们 有他们谋生的方法 你去障碍他 你去破坏他 使他 丢了饭碗 失去工作了 或者使他 工作待遇降低了 都是属于这类 第二句 破人婚姻 这个理念就包含着 破坏别人家庭的活物 诸佛菩萨 决定是促成 这个家庭 相亲相爱 互诸互作 成人之美 而不成人之我 无论在哪一个宗教 对于家庭都非常重视 佛华教给我们 修行的基本的 科目 孝亲之事 几乎所有宗教里面的 圣贤教人 都没有例外 都是从孝敬 交起 佛家讲 孝亲尊师 把孝亲摆在第一了 尊师摆在第二了 其他宗教里面 把敬神摆在第一 孝亲摆在第二 没有不重视的 这是佛跟其他宗教 不相同的地方 佛法是私道 私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没有孝 没有孝亲 不可能有尊敬寺长 这是祸乎逻辑 中国人讲 祸乎天理人群的 但是宗教一般的时候 要尊奉一个神 肯定神是遭主 神主在一切 所以把净神摆在地 一切 娘类于神 在佛法讲 他立法门 佛法的修行正果 靠自立 不靠他立 唯独在净土中 与密宗 这所讲的 二立法门 虽然是二立 二立就是靠自己 也靠他 二立里面 还是以自立为敌 那么这个是 跟一般宗教观念上不相同的 就是你自己一定要认真努力 如理如法的修行 才得到佛菩萨为神的加持 你自己要不用功夫 要想得到佛菩萨为神加持 是办不到的 这个我们现在仔细想想 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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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有一份功夫 佛对我们加持是一份 佛对我们加持是一份 我们有两份功夫 佛加持两份 我们有十分的功夫 佛的加持是十分 这个真的是 和情 和理 和法 不是完全 养赖于神明的 佛菩萨 佛菩萨对我们的最大的恩惠 是教会 教导我们 比如世界人想求财富 佛教给我们身财之道 也就是说 你要得到财富 佛给你讲得到的道理 以及你得不到的道理 都讲给你听 这个理论通达明白了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肯认真努力去学习 去修福 果报就先前了 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你要想丰收 佛教你怎样去种植 你就会有丰收 佛是这样教给我们的 那么一般 这个宗教里面呢 所说的 完全要靠神的赐 如果他们要错会了神的意思 其实他们神的那个赐 真正的意思 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 就怕错会了意思 因为自己可以不必努力了 完全靠神的赐 一切都凉赖于神 那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靠救济过日子 我们每天生活所需 要靠别人救济 佛教导我们的事 是教我们怎样去生产 古圣先行 他们的意思不错 就怕我们自己错会意思 我们看许多宗教徒 错会了神的意思 再回头看看自己 佛门里面有很多佛教徒 也错会了佛菩萨的意思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大经大论里面说 佛法无人说 虽之不能解 问题处在没有人教导 我们读经 凭凡复的知己 凭自己的想法 往往把经典意思想错了 去解了 所以佛才说 佛法无人说 虽之 佛能解 道理就在此 那么对于日常生活的教训 尤其是生活细节方面 确实 有些宗教 说得真好 说得非常详细 像伊斯兰教 佛教 佛教里面也有 但是佛教 是世尊多半教导 出家人 出家人的戒律 威仪 也说得很详细 但是这一部分 现在大家都疏忽了 没有人学习 不要说 太繁杀的 最简单的 沙密律 是条戒律 二十四门 为一 今天 去看的人 已经不多了 去学习的人 没有了 所以 今天佛教 在行门上讲 不如其他宗教 我们比不上 天主教 比不上 伊斯兰教 他们在生活细节里面 依旧在讲求 依旧在奉行 我们经典反而变成是 只是在经论上 谈谈这些道理 不切实际 感应篇 是行经 也是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他讲的多半是 原理原则 不像 沙密律仪 伊斯兰天主教 他们的生活规范 讲得那么详细 可是这些原理原则 我们掌握住了 读这些生活规范 就非常欢喜 你自自然然羡慕 自自然然想去做 而不是别人勉强地去做 不是别人劝你去做 你自己就很想去做了 所以道理不能不懂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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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